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日本頻道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來到隔空開託 這集說什麼呢?就是標題所說 亦是做一個精華片段和一個錯誤分析 分析的是這場國冠杯的萬事打比 但不是萬事居然是萬事打比 就是萬聯對著萬勝 先看兩方的陣容 萬聯這邊排了4231的陣式 龍門繼續是迪基亞 四位後防球員 右閘的是華倫西亞 左閘的是白蓮特 中間的是新兵的蓮特陸夫 搭著斯摩寧 兩個防中分別是赫尼拉和普伯 4231的三位進攻中場分別是 南華舒福、米基達恩和蓮加特 最前是新籤的貴家前鋒盧卡古 這個陣式非常大路 亦看得出是很強陣出擊 至於萬聖一邊 龍門有艾達神 四位後衛有這個 鑊加金賓尼、艾達拉比奧 以及費蘭丁奴 客串打到左閘 防中兩位 其實打到出來 感覺上次4141比較多 防中才有托尼 另一個比較進攻的 迪布尼 前面有三位進攻中場分別 右邊是史達林、中間是羅伯斯 左邊是科丹 前面的正前頭 前鋒 就是阿古魯 這場沒有出到耶穌仔 但後衛會出回 第一個攻勢 首先頂出來 看到赫尼拉 一個射門 艾達神 新的曼城搜門門 成功救得到這個射門 其實艾達神這場賽事 看來看 我自己覺得表現是合格的 雖然之後有一個比較嚴重的錯誤 這裡 其實看到赫尼拉的射門 其實是左腳面拉起來 很有勁度 但角度的確是差一點 到了曼城的攻勢 一個入滲 看到這邊 阿古魯轉身 左邊 左邊 史達林 回到中間 再回到史達林 這個撞牆 史達林咬出來 再射 但其實角度也是一般 於是迪基就能夠輕鬆地接緊射門 再到曼城這個攻勢 看到這個科丹 一個盤樓 原來左腳射上去 不中籠 其實曼城這場球 是出得比較多年精的球員 對比曼聯 其實羅伯斯 科丹 甚至後面的艾達拉比奧 其實都是一些年輕的青年軍的球員 下年聯賽 看到很難說 到曼聯 這個進攻 在右路發爛 打進去中間 比多進去轉身 很美麗 再射賣 可惜角度太窄 很難射到 他能夠入到的位置 但這下 米基彈的轉身 的確是非常迅速 很快的 在這裏頂出來 好舒服 彈回後面 去啦 又是一個射門 但是 這個角度不是太夠 雖然力度非常不錯 但是 艾達成也能夠輕鬆地接著 去到這個佛球的機會 粗刀就是普巴一射 亦都是被艾達成輕鬆接實 爭的也是角度 看到曼聯 其實都幾多一些軟射 去做得出來 但是精準度始終不夠 對曼聯 前場的反場 都對前面 給到右邊的羅伯斯 可惜拿得不太好 這裏成功被斯摩尼封擋得到 所以這個危機 最後也是被斯摩尼化解了 不過 其實這個進攻 為什麼會出現得到呢 或者在防守方面 曼聯 其實還沒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呢 我們會嘗試 從慢鏡定格 去看一看 分析每位球員的位置 好 這個曼聯 是一個比較有威脅的 單刀機會 其實首先是來自於 Fandino 你也看到現在 是膠球 這位球員在前面 在對方的傳送 從那邊截到 帶到上來 然後到這一個位置 這一個時刻 他選擇了 加了被 走空了 27號的羅伯斯 但問題在於 這個進攻 我覺得對於 曼城的入心 或者意識 是十分十分正確的 看回曼聯 這邊 就很少值得斟酌的地方 首先 看到羅伯斯 完全走空了 首先大家會問 尤其是下方 鏡頭的白鏈 為何沒有包 因為這個 其實是一個 進攻的時候 本身兩集 壓了上去 想著進攻 慢慢組織上去 誰知道 連德魯夫 也即是 現在 拍實著Fernandino的中堅球員 其實就 交球的時候交失了 於是他就立即衝出去 去 搶球的Fernandino 作出攔截 作出阻擋 其實變成後面的中堅位置 只剩下 C-Morning一個球員 但C-Morning的站位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 為何他會完全走漏了羅伯斯 首先 第一 他兩個的做法 要是他就升出來 和右閘的華人西亞 站在同一陣線 這樣的話 就能夠 造成一個越圍的陷阱 令到羅伯斯拿球之後 都會脫圍 即是現在用圈圈圈的位置 但他沒有 另一個做法 也是緊貼少少 埋回左手 看著20周路的羅伯斯 也是另一個可取的做法 偏偏他沒有 站在兩個位置的中間 可以說是他前面 鬥著10號位 即是10號的阿古路 但其實阿古路 這一刻的威脅 究竟有沒有那麼大呢 其實作為C-Morning 我覺得他需要慢慢去 看清楚球場 而多於是看到他現在的視線 是看著球 所以最後 看到球是交到羅伯斯的腳下 只不過羅伯斯 可能經驗上淺 控球的能力沒有太好 於是導致球 就控到 彈彈彈彈彈 於是再寫的時候 就有時間 給C-Morning去補賭 所以有人說 這球是球C-Morning 防守得非常之好 只是在最後做搶折 做這個籃子 這個鏟球非常之不錯 但其實整個 對手的進攻 他本來可以在更早的時間 就能夠撲釋 這個源頭 可惜他沒有做到 來到另一個曼聯的攻勢 結果也是右路發爛 誰知是被人截到 於是曼城立即打出一個快速的反擊 分過來右手 在右邊 可惜這裡可惜 至少看到敵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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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大家看這個全球就知道了 這個位置是完全錯的 給互加的位置 所以令到整個攻勢拖慢了很多 由一個本來的反擊 變成一個慢慢的組織 組織之後 一個斬球 只不過被對方龍門輕易沒收 但這個沒收 其實也可以看到 曼聯的 新簽入的中堅球員 連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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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揚尾,很多人一直看死路卡古 但這個入球可能可以為他攀少少支持票回來 其實這個入球也值得我們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這個入球會出現 或者究竟這個入球裡面 哪一個球員、哪一個萬社球員 是有更大的錯誤、缺失出現了 好了,首先這個準確是一個長球放下去 但到了這一刻 也就是路卡古碰球的這一刻 其實看到龍門艾達神的位置 跟那個球,其實絕對沒有路卡古那麼近 但問題在於 其實艾達神究竟有沒有必要去出營呢? 首先會看到我們只從這個位置 假如將艾達神忽略了 就算艾達神不在,我相信路卡古拿球的位置 大概會是現在用圈圈圈的位置 其實也就是在他前一點,交靠位邊一點 但其實已經有兩位萬社球員極速地追回來 兩位防山球員都在追回來的情況下 艾達神有沒有必要,尤其是路卡古拿球的位置 並不是一個正中間的位置 反而,艾達神如果留在龍門附近的位置 只是走出一點點來封位 而兩位防山球員一起去夾擊這個路卡古的話 其實會不會有直接被路卡古輕易起到腳射到龍門的機會呢? 相信絕對沒有 所以艾達神這個出營是絕對一個錯誤的選擇 當然啦,其實他剛剛初離步到去到萬城沒有多久 我覺得這些犯錯,偶有犯錯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慢慢進步了 但問題是,他的出營的確是一個錯誤 也構成了很大的一個原因 令到萬聯能夠在這場賽事中贏得到 始終第一個入球永遠都是最珍貴的 然後也看到萬聯是一個迫搶 是成功的 華舒福迫搶成功 給中間的艾達恩 一直盯著右手的華舒福 然後給下去華舒福一路推 大步推 摘位照射網仔入賣 這個入球其實絕對能夠看得到萬聯在反擊的時候的效率 也看到華舒福 除了敗門的冷靜和精準的程度之外 也看得到走位的機靈 我們會再停一停 來再分析一下這個入球 究竟是怎樣彈身的 其實這個入球你要分析的話 可以留意三位的球員 也就是三位我認為 導致這個入球能夠出現最關鍵的球員 首先一定是米基達恩 全球是米基達恩 其次就是入球的華舒福 第三個就是萬城 首先是飆脫球 而到以後防守也是失了位的 左閘的費蘭丁奧 首先米基達恩是帶著球 但費蘭丁奧作為左閘 完全沒有看到自己左邊的防守居 而導致華舒福是完全有空位能夠起到腳 射入這個入球 一直看著 費蘭丁奧的就位其實也是完全忽略了這個華舒福 而導致這個入球出現 所以第二球 只能夠說萬聯的確反擊非常非常有效率 而亦都刻刻打中了 你剛剛好不太懂得去打左閘的 費蘭丁奧的一些防守的漏洞 塞了兩球之後 萬城繼續有進攻去欺負反撲 首先看到 這裡忍住忍住 再起腳射完 但是過不了迪基亞的十指關 射門的就是萬城的4段 其實看到這些小將已經不是第一次起腳了 我還記得頭一兩個精華片段裡面 這位小將已經在右邊禁區頂的位置起過一次 腳不中籠 但是這次呢 捨得好很多 但是角度仍然不夠刁鑽 去到下半場了 華舒福這一下 我個人覺得他應該是想斬給努卡古的 剛剛那球就飄遠了 變成有點凹一凹 差點就凹到艾達神 那艾達神 幸好就夠專注 夠專心 沒有給你華舒福這一下就半陰 其實看到這個球是絕對有機會凹得進 所以艾達神這一下的破構 其實看得出他十分專注 如果不是 稍有不留神 隨時被人凹進了 我都不知道 結果這個球凹進去其實很準的 當然啦 不知道華舒福不是絕對有心這樣做 但是去到第二次 類似同一位置華舒福這次絕對是想交的 但是 其實不是交得那麼漂亮 但是在這裡滴出來 嘩 努卡古這個射門盡顯吸數了 拐回去左腳 一射 衝過去 以為看著角仔進入了 誰知道 就過不了門障最好的朋友 門尾 那麼射過去 一射 省中門尾 彈出來 那完全不算是尾 是門角 剛剛那個角頭 假如低了一點 絕對是一個漂亮得爆的入球 努卡古自己也很可惜 為何不進去 但晚聯繼續有很多進攻 是出現到的 這裡 截到的 大比曼城 於是一個反槍的機會 晚聯也是成功反槍得到的 再給左手邊 再給中間馬仕壓 回回到進來的普巴 普巴吸兩級 再仰 仰仰回到左腳位置 窄角度一射 射中網側 不進去的 但是 看到普巴下來 仍然是十分十分之有射門肉 正常 普巴作為一個防中球員 十分十分之有射門肉 上半場見他 雖然是正選陣容 但是上鏡不多 反而 來到下半場 這射門 可能是他比較轉目的一下精華 角球機會斬過來 看到一射 略二射 三射 都被阿達成救到 寶射入賣 但是其實 龐城一早已經 舉了旗了 吹了穴位 雖然是飛翼宗斯 其實 頭隨點下去 被飛翼宗斯 其實飛翼宗斯 已經跌入了 萬城球員的 越位陷阱 於是 狂震是吹了越位 但是 也要欣賞一下 飛翼尼 點進去 飛翼宗斯 射第三腳 連續三腳 都被阿達成救得到 再看一次 一腳 二腳 三腳 都救到 十分十分之厲害 近距離 完全寫明去撲救 再看一次 一射 第二射 第三石 繼續用手掌拍出去 雖然這裡被人入了 但是 一個越位的入球 所以 沒關係 萬城 這裡有一個進攻的機會 看到這邊 腳面拉到他 十分之漂亮 給到 折西斯 但是 射得頗 少少 耶穌仔 其實 都幾受傷患困擾 來到萬城 之後 這次交給折西斯 這下 十分之漂亮的腳面傳送 給到 折西斯 誰知道 他射門的腳 還未吃得太硬 想用掃把腳掌拍過去 但是 就 掌不中 再一次 想掌拍過去 掌不中 變成腳棍的位置 撞到那個球 完全彈高了 萬城這裡 其實到了這一刻 已經可以 吹雞完場 只能夠說 萬城這場 輸 是輸什麼呢 輸兩個 很重要的反擊 球隊出了完場 看到這裡也 首先第一球 就是盧卡古的高球 把握到你 艾達神出刑的錯誤 入到1比0 2比0 很極速的情況下 把握到一個前場反搶成功 反搶到的機會 然後立即打一個快速的反擊 憑著華舒服冷靜的 賣門 搞定了 2比0 於是這場賽事 去到那一刻 拿馬菇上球 萬聯就已經十分十分穩陣了 這集有九開拖 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